这一到海边下上雨了 哎呀我的妈 这太大了 只能等雨停下去转转了 刚才一个小孩 这个裤衩子都湿了 我跟他说 我说你那小鸡是前面被夹掉了 刚下过雨 这水还挺凉 看能能抓着沙光雨 已经到潮水边了 咱们去漂浮那块潮潮 看有没有海鲜 好多这个海红 还有这个西瓜牛 这个东西放缸里养着肯定特别漂亮 晚上是开花了 这个东西 看下晚上 阴间赐水 这啥东西 不要 像这点这个藤壶谁要搅痒 像这点蹭一蹭 特别节痒 这个海红再长一长就能吃了 现在还是太小了 给它放一下 这顶上能有海螺 没有 这是啥 佛手螺吗 这也不是 海星都没有 太残点了 能看见不 这些玩意 看这边景 开心 太小了 这个 比我指甲盖还小 给它放在这儿吧 它等会儿留我沙了 这个妈妈没有保护它 盖上点 拜拜 我天呐 这个沟鱼死了这是 看看 钻到你沙子里去了 被网子刮住了 自闭而死 瞧瞧 我的妈呀 这个在我们这儿也叫小鰻鱼啊 但是它跟鰻鱼有区别 瞅着上半部分有点 时间长了 到这儿回去各道一来 吃后半段 给它做那个红烧 相当盖了 这拿回去吧 看着也挺新鲜的 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啊 就如果说来得早 可能还活着 这应该还是有淡水的原因 盐毒不够就死了 这鱼子才好吃呢 刚才我捡了一个小鱼子 大家遇到这个东西啊 尽量不要用手直接拿着 除非你有那个经验 不然它会折到你 特别痒 这桶太小了 就揪点这个海蜇头就行 这是最好吃的 两半海蜇头 这是已经死掉了 所以这么揪的它不疼 这个就不要了 挑点那个好的位置吃 这个位置就挺好 大家不要去学啊 这个 没经验的话容易被折到 尝尝 赶紧出来了 自己出来了 这一拽 不要用力啊 能一点点的拽 哎呀 这可使劲呢 干往下吃劲呢 慢慢拽啊 不然这个就拽舌了 看这就上来了 学会了吧 今天这个城都挺大 而且特别活泼 妈呀 进去 别进去了 逃跑呢 看这个长条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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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 大家能看见这个数字扒了吧 这就要承的口 哇 这个好大 少来点盐就行 快出来吧 长潮了 我们搬家吧 搬 长潮搬家了 这好聪明啊 这个好聪明啊 是不是跑进去了 哎呀 还往下用劲呢 是吧 我一撒手 他一下就都跑 但是我没那么笨 这个鼻子都不要了 带着 无情哈拉哨 这个大 少来点这些 哎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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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蹦出来了 等 知道 这底下这根拽的可慢了 泡一下 这真大 走了福 这来福感觉到了 不想去打针 知道 走走走 没事 我们去溜达 小福 我们去那个 重医院溜达 好不好 走 这里小福 这来着还怕吓得是 这小表情 这小福的胆 这小福打完针精神了 香香 给他喂点盖片 把那耳朵立一立 这几天天热 这个位置一直放冰袋了 但是这个水温还没控制好 小八爪鱼最后的几分钟 给他放冰箱里了 尝这一桩 温度太低了 冻上了 打枕 我们来生再见 小鱼缸 小鱼缸我又刷了一下 这两天也大潮了 再抓点那个八爪鱼啥的 放里养 这个大缸的话 就剩我之前养这个素子蟹了 看这个头 也挺大的了 这个缸也得刷一下 香香 在网上买的鸭笼子 这两天也快到了 放在这个鱼缸旁边 来服务也不会欺负他 再看一下他周围的环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拍到这里 喜欢大气视频的 记得关注点赞转发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